11月21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线报 我是苏星 先来看头条新闻 神秘恶徒今早透过电邮的方式 向国内多所著名国际学校 发出炸弹恐吓 截至下午6点 全国5个州署 共有19间国际学校中招 过千名的师生被紧急疏散 警方也出动了拆弹小组到现场 至今并没有发现可疑物品或是炸弹 初步相信校方接获的都是恶作剧电邮 但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 警方已经展开全面调查 这19间接到炸弹恐吓的国际学校 分别来自雪州 吉隆坡 森美兰 槟城 霹雳和柔佛 炸弹恐吓严重威胁了师生们的安全 警方 校整局等单位都不敢大意 全面搜寻校园是否有炸弹或可疑物品 雪州多间国际学校在接获炸弹恐吓后立即报案 也在第一时间将全校师生疏散到安全地点 并且通知父母前来接孩子回家 校方为了确保小学生们不会惊慌 甚至在疏散期间绝口不提炸弹 直到家长接走孩子才吐露真相 槟城东北县区内共有两所国际学校接获炸弹威胁电邮 校方不敢掉以轻心 第一时间报警 再通过家长群通知家长 霹雳方面 霹雳州总警长穆罕默尤斯里证实 已保有一所国际学校接获炸弹威胁 警方目前已经展开深入调查 柔佛也有至少一所国际学校证实收到炸弹恐吓 校方迅速向家长们发出通告和报案 据了解 警方和校整局也在第一时间到校园进行排查 全体师生都被疏散到安全范围 三名孟加拉籍男子在我国设立护照伪造工厂 为预期逗留和需要护照求职的非法外劳提供假护照 还懂得要求顾客线上付款交易 避免留下蛛丝马迹 这三人在过去一年制作了过百本的假护照 每一本还可以卖到700令吉 移民局总监拿督鲁斯林今天召开记者会披露 移民局官员经过两个星期的情报收集 成功锁定了这个活跃的非法集团 并且在昨天逮捕了三名嫌犯 顺利瓦解这一个非法集团 鲁斯林说 这批嫌犯是在准备邮寄包裹时被移民局官员逮捕 行动中也查获了121本伪造护照 包括76本孟加拉护照 44本印尼护照和一本缅甸护照 据了解他们还曾经伪造印尼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护照 鲁斯林说 虽然嫌犯出尽法宝尝试将护照做得以假乱真 却还是无法逃过执法官员的罚验 只需要透过纸质、打印色泽等等细节 就能轻松辨别 目前执法单位将会深入调查 有没有大马人参与其中 镜头转向彭亨关单 本地男子和中国男子联手 设立假网站宣传商品 趁机盗取消费者的个人信用卡资料 再透过电子钱包盗刷 每一天可以倒走至少2万领级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两名男子专门瞄准来自西亚的受害者 包括土耳其、沙地、阿拉伯等等 活跃至少6个月 累计的受害者和损失金额不计其数 彭河总警长拿督斯里·雅哈亚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是在本月17号展开骰资行动 突击关单一间单层排屋 逮捕了两名涉案的男子 当场起货过百台手机、电脑、信用卡付款机 等等的干案工具 柔佛麻坡传出人神共愤的乱伦抢奸案 19岁女子从6年前开始就被继父抢奸 她向亲生母亲求助后 母亲不但没有保护她 反而教唆她继续让继父卸欲 可怜的受害者从13岁开始隐忍至今 才鼓起勇气向警方报案逃离父母的魔掌 受害人的母亲和继父在本月13号落网 今天被警方押送到麻坡地庭面控 分别面对乱伦和教唆的罪控 两人在聆听控状后都扶手认罪 承认了多年的恶行 基于两名被告是受害者的近亲 主控官建议法官拒绝被告保释 案件则定12月11号过堂 同样来自麻坡的消息 55岁的割交工人以驱邪为由 强奸妻子的19岁妹妹长达6年 没想到还将魔掌伸向年仅15岁的外甥女 这名外甥女因为对遗仗的态度恶劣 在母亲的询问下才揭发被对方强奸的遭遇 没想到还同时爆出小姨子也是受害人 涉案的割交工人落网后被带上法庭 面临两条乱伦罪控 案件则定12月11号过堂 YouTuberCCY在最新一集的 《种族歧视》节目特集中 北上击打双溪大年 访问了一名从小被印语家庭领养的 15岁华裔男生Eddie Eddie在11岁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并且认为大马种族之间并没有存在紧张关系 让CCY深有感悟 认为小孩的想法最单纯 也最不受语言肤色的限制 Eddie在接受CCY的访问时指出 亲生父亲和养父原来是军人好友 当年生父和生母分开之后 就将他交给印语好友林漾 直到11岁时生父上门 他才了解到自己的身世 尽管生父有意带他回家 但是从小已经习惯领养家庭环境的Eddie 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养父母身边 也信奉了新都教 Eddie最喜欢印度美食和文化 平时也只听印度歌曲 红透半边天的周董周杰伦 他却不认识 Eddie也认为不管什么种族都是一样的 他也不认为大马种族之间关系紧张 让CCY有感而发 直言有问题的都是大人 对小朋友来说 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 换个焦点 雪州哥打白沙罗 昨天晚上8点多发生火灾 20个路边摊以及健身中心被大火吞食 火势迅速蔓延 许多小贩都忙着抢救商品 现场许多民众纷纷伸出援手 起心协力帮助小贩搬走货品 希望将损失降到最低 庆幸的是 现场没有传出任何伤亡消息 镜头转向乌鲁雪兰娥 路边的水管突然爆裂 喷出强力水柱 刚好射中路过的某多骑士 导致骑士被喷射到路间倒地不起 现场的情况被拍下 上传网络后引起网名哗然 香港演员唐诗勇在2000年出道 2003年加入TVB 参演过的聚集无数 在这个最安稳的时期 他选择跳出舒适圈 离开效劳多年的TVB 趁着唐诗勇来到大马 记者抓紧机会询问他 不觉得离潮很可惜吗 他笑着说 不会觉得可惜或者遗憾 反而觉得是时候停下来找回自己 一起来看本报的专访报道 唐诗勇在TVB累积了50多部作品 但是他坦诚 过去一天到晚忙于拍戏 就快找不到自己 离开了TVB之后 反而更有机会停下来享受生活 尝试新事物 以前就真的会很 会觉得要不停不停地做 我觉得过后决定了离开的时候 我就是给自己真的静下来和静下来和停下来 享受生活 多出来的生活空档 唐诗勇除了学做面包 也看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戏剧 他认为演员需要累积不同的经验 也需要时间去全店 他说以前是希望拍戏的量多 现在会更注重拍戏的品质 至于人气 他则认为无需太过解怀 他说浪花最后也会变成一滩水 两样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多个地方在入冬之后 陆续传出多宗大火夺命的新闻 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生了至少三宗死亡火灾 有40人因此丢命 在本月16号 陕西省吕梁市的永聚煤叶连建楼 发生了大火灾 有26人逃生不及 因此丧命 还惊动了人在美国旧金山开会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到昨天 黑龙江和江苏地区都传出死亡火灾的通报 黑龙江大庆市一间平房 在下午时分传出火灾 造成7人死亡 而江苏省吴锡市一家仿制厂 也在昨天晚上发生火灾 虽然及时扑灭火势 却还是夺走了七条人命 位于南太平洋的巴布亚 新基内亚乌拉文火山大爆发 恐怕在日本海岸引起海啸 日本气象厅发布警讯 如果真的引发海啸 估计第一波可能会抵达伊豆和小利元群道 提醒沿海居民保持警觉 换个焦点 中国公安和缅甸北部的地方执法单位 强强联手 从今年9月开始深入执法 凌厉取缔缅北的电信网络诈骗集团 截至目前为止 缅北执法单位一共向中国 移交了超过3万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包括三名重要的幕后头目 明国平 明居兰和明珍珍 以及多名骨干成员 意大利法院在星期一迎来最大规模的 光荣会黑手党审判 涉案被告多达300多人 包括地方官员 商人和政界人士 当中最知名的人物 就是前参议员兼律师皮特利 充分彰显了黑手党组织 渗透意大利各个机构 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光荣会黑手党 曾经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犯罪组织 据估计 它控制着欧洲多达80%的可卡因市场 在世界各地都有活动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犯罪组织之一 被提审的300多人当中 有200多人分别因为谋杀 敲诈 勒索 高利贷 贩毒 滥用权力和洗黑钱等罪名被判刑 总计2200多年的监禁 另外有100多人则无罪释放 以巴冲突依然焦灼 以色列军方在上个星期包围了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之后 星期一再度包围加萨北部的印尼医院 甚至出动坦克炮轰医院 造成12人死亡 医院内一片狼藉 现场出现熊熊火光 还有爆炸声 在红十字会协助下 大约有200名患者已经撤离医院 尽管如此 以军否认轰炸医院 强调只是向藏身医院的武装分子进行反击 另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星期一通电话 针对以巴冲突交换意见 两国都认为 当务之急是避免以巴局势进一步恶化 尤其不能出现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两者都认为 两国方案是解决冲突的最根本出路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1月20日至24日之间 受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以及副首搭档萧美琴 今天正式完成了参选登记 成为这一届台湾总统大选第一组完成登记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 在野阵营的蓝白政党如果确定不合 那么将会依据双方表定计划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泽 预料会在星期三登记参选 而国民党也会在同一天提名副总统人选 至于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则会在星期四登记参选 美国阿特兰特动物园是当地唯一一间饲养熊猫的动物园 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欣赏熊猫的风采 新闻的最后我们跟着镜头一起到现场看看可爱呆萌的小熊猫 我是苏星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